Be Taiwan for All 好,你的成果是在這裡嗎? 大家好,我們今天... 欸,等一下喔 影片有更新嗎? 有,好 我今天要發表我們今天 Be Taiwan專案在我們黑客松上完成的成果 非常感謝今天有來協助我們做Considerate的意見徵集的人 還有就是協助我們彙整跟Police初步比照的人 然後我們也有找到一位對Be Taiwan有興趣的參與者 他叫Kavin 然後他之後可能會來參加我們相關的活動 然後我們也完成了Be Taiwan活動的撰寫 然後也把那個活動給Publish了 好,那我們這邊Considerate跟Police主要的比照 就大概列在這邊 首先就是Considerate它是不是需要登錄呢? 就是它需要登錄才可以表達意見 那跟Police相比的話 不用登錄就可以表達意見 所以是有點差別的 然後我們比較理想的 就是至少在我們目前的經驗當中比較理想的特質 我們會把它標黃色的框框這樣子 那在表達意見的方式上呢 就是Considerate它相較於Police單純的同意跟不同意 它其實是可以透過拉桿的方式來調整不同的光譜的 那這個是我們覺得比較理想的一個狀態 然後針對個別的意見是否能夠討論呢? 那Police是不允許針對個別意見進行相關的意見來討論的 不過Considerate是可以允許我們利用工具來進行討論 然後可以去add positive cause 這樣的一個方式來進行討論 那在資料呈現的部分呢 Police它是透過視覺化的技術跟演算法來呈現意見分布的矩陣 但是Considerate它目前還沒有辦法做到 所以在輸出之後呢需要進行後續的處理 然後呢最後是設計議題的時候是不是需要考量 那其實兩者都還是要進行 就是考量一下在設計議題上要怎麼樣去劃分光譜或是非題的兩個選項 然後來進行考量 那是不是開源的呢 Police的話它並不是一個開源的 所以它就要透過團隊聯繫才能夠fork 那Considerate它是相關的資料是有開源的一個就是資料 然後Considerate跟Police在其他比較上 包含說在不同的意見徵集 可不可以把它整理在同一個頁面上 那Police是不行的 就是如果你開了一個意見的話 你就只能針對這個意見去整理它的頁面 然後Considerate是可以把它放在同一個頁面上 然後是不是能夠匯出相關的資料呢 Considerate跟Police都可以匯出資料 只是他們匯出的資料會比較不一樣 那正如我剛剛所說就是 Considerate它的資料的匯出的比例呢 會是以矩陣 就是不是以像Police方式 是以是非題的方式為主 而是它會匯出其他的不同的資料 然後整體的使用者體驗的話 Police相對而言是比較簡單的 但是它因為它簡單的使用者體驗 所以它也沒辦法 允許我們去做更多更深入的討論 那Considerate的話它的使用者體驗上是相對來說比較複雜的 但是因為它附比較複雜的關係 所以它可以做到比較多的增加更多的意見的部分 那同時比較重要的事情就是 Considerate它呢 更是可以允許使用者針對你所提供的意見 去提出佐證的資料跟背景資訊的 但是Police在這一點上是比較做不到的 你必須要把你的佐證的 你在提出意見的時候 是你沒有辦法附上佐證的意見跟背景資訊的 然後意見升級有更新的時候 會不會主動通知呢 Considerate也是會主動通知的 因為你要一開始的時候就要註冊登入 並且完成你的通訊方式的連結 所以它會直接把有更新的時候 它會直接把這個更新的內容傳到你當初連註冊跟登入的時候 的那個通訊方式裡面 但是Police的話呢 因為它你可以選擇註冊也可以選擇不註冊 所以你也只有在註冊的時候 你才會收到相關的通知 這個是我們發現的一個比較的結果 然後另外我們也把那個VT1 for All的那個資料給就是完成了 那這個就是我們活動的那個整個主視覺跟圖片 然後歡迎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掃描這個QR Code來報名 如果你想參與VT1 for All的第一次的VT1 for All的活動 你可以直接掃描QR Code在這裡 然後把這些活動簽訂單 然後把這些活動簽訂單 然後我們會提供食物和飲品 所以如果你對數位民主跟公民參與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報名參加這個活動 然後最後就是還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每週三晚上都 然後七點到九點都還是會有現場小劇 然後也會有不定期的實體小劇 下一次的實體小劇就是剛剛提前提到的VT1 for All的活動 那歡迎大家有興趣就可以來上線或報名參加 謝謝大家 太棒了,感謝Peter 我看一下 好,下一位